各位记者朋友们好 今天的天气啊 我看香港还是挺热的 你们在这里等候啊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请你们转达我 对香港广大市民的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 时隔九年啊 我再一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 感到很高兴 香港一直牵动着我的心 再过两天 就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 这无论是对国家 还是对香港 都是一件大事 喜事 我和中央代表团 这一次返港 死刑啊 主要是三个目的 主要是三个目的 一是 表示祝福 热热烈祝贺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祝愿 祝愿 忠心的祝愿 香港 香港再创灰煌 二十 是 体现支持 二十年来 中央 一直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 中央将一如既往的 支持香港发展 改善民生 三是谋划未来了 我们愿同香港各界一道 回顾香港二十年来不平凡的历程 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 确保 一国两制 行稳 致远 我期待着接下来啊 心深感受 香港这些年 发展的新气象 新变化 我相信 通过在港的一系列活动 一定会增强 我们 发展香港 建设香港的信心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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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fire